就最近美国在鼓动了 菲律宾方面特别是它的军方在南海闹事 包括仁爱礁 包括中叶岛 包括华元岛 好几地方闹事 我觉得这是美国恶华战略的一部分 遏制中国战略一部分 就是调解中国周边矛盾 中国是拼命地在平息矛盾 因为它在鼓动矛盾 我觉得这是它最近的对华战略一部分 对话 但是同时也挑事 挑事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 那么仁爱礁这个东西已经存在好多点了 是吧 从那个99年开始 原来美国也没参户这个事 或者参户不多 现在我觉得它要把这个炒热 所以就有了冰海舰过去 它主要目的是把问题炒热 至于说具体怎么解决 我觉得它也不会那个真的很诚心的帮那个菲律宾了 知道吧 它反正把它炒热 让中复冠军不好 它就达到目的 真要出什么事 它也帮不上马 所以我是认为它军事义务的 它主要是有些政治动机 以~~ eri 重